虽然乌克兰前线战火不断 但在首都基辅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对中国的茶文化感到有兴趣 他们主办融合音乐和交友的品茶会 并且表示茶能够让他们暂时望去 身处战争中的困境 星期六晚上 这群年轻人在基辅的波迪尔老区聚会 但他们不喝酒 而是来尝试中国茶 主办品茶会的丹说 他2009年就开始和乌克兰的师傅 学习泡茶 现在全职推广喝中国茶 但有时候也会邀请歌手和DJ一起表演 维梅碰撞出艺术火花 不过战争开始后 茶的价格翻了一倍 晕倒乌克兰国内的时间也长达两个月 参加茶会的年轻人 有心理治疗师 音乐老师 还有来自IT和建筑等各行各业 有的是去过中国旅行后接触喝茶 有的是通过朋友介绍来这里第一次尝试 这次尝试不过战争 不过战争 这些年轻人说 来喝茶不仅是为了品鉴 战争已经步入第三年 他们在一壶一席间 更是通过茶的安慰找到片刻安宁 在战火的阴影下抱团取暖 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备 乌克兰基辅报道